Hello,我是Sherry,2023年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 在加拿大呢,很多小商品都是非常贵的,特别是一些过节的装饰的 那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讲一下应该怎么样省钱,到店内看看折扣有多大 最后再分享一下我的战利品吧 以刚过去的圣诞节为例,其实在圣诞过后的那一周或者是一周多的时间 也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是超市打折最厉害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圣诞节每年都有,你明年如果还是要打算过这个节 不妨现在去外面看看,去超市逛一下 因为折扣呢,都会直接砍半价,甚至是更多 我今年其实是第一年在节后去超市,去买节日的装饰 我当时是boxing day那天去,26号,那个超市挤得不得了 大家全部都在抢那些圣诞装饰,我才知道啊,原来很多人都这么干 我真的是以前就是错市一个亿 这是我今天在沃尔玛拍的,沃尔玛的装饰呢,其实已经比外面便宜 结果它还在打50%off,也就是半价 所有东西除以2就更划算了,你看它还剩了很多很多东西 全部都是圣诞节相关的 这边也是都是50%off 它有一些ornaments就是掉在圣诞树上的 这些是软软的,还有这个老爷爷也很可爱啊 然后其他都是一些可以送礼的东西,比如一些gift set 这一家呢就是shopper's,我家附近的shopper's都没有什么折扣 结果没想到这一家,哇便宜的真的是惊天地气鬼神 这种挂壁炉上的袜子只要2块9毛9,平常都要十几块的 接下来分享我的战利品 第一个买的是这个,它是圣诞节的装饰 你看就是有四种,有这个亮亮的,然后这个花纹,这种花纹,还有雾面的 它总共有26个,这种装饰呢在加拿大非常的贵 而且我当时最便宜的时候买是2块6个在一元店买的 所以你想想,这里26个,我只用了5块钱,全新的 所以哇,觉得好划算的 但当时颜色我喜欢的没有了,所以我就只买了一盒 很多人都是好几盒好几盒这么搬 那么这个它是就是live brand,是shopper's自己的品牌 但不同的,比如手膜,然后角膜,面膜,再加一个这种清洁湿巾 它这里写的是,这一盒的价值是26块钱 但是圣诞节呢,它只卖18,就是给你相当于减价卖了 可是你知道我今天买它多少钱吗? 它只要3块9毛9 3块9毛9的朋友,平常挣一个都买不到好吗? 然后我就赶紧买了,但是我也没有试过 不过手膜,角膜这些应该还好吧 接下来呢,就是这些泡澡球了 这个泡澡球它是100克的比较大一些 它是5毛钱一个 就真的,5毛钱呢,它原价可能要4块9毛9吧好像 还有两个就是这个哈利波特的球 它这种就是那种像盲盒盲球一样 原价好像也是4块9毛9 我买的时候只要1块钱一个 那因为我自己其实平常,我虽然家里没小孩 但我平常很喜欢这种小玩具,我会摆一大牌 所以想说抽抽看吧 然后就是这个啦,这个它也是好漂亮的 一个马卡龙的样子 它有4个,它也是那个Bath Bomb 就是泡澡球 是花香的味道,而且这个也是超划算 原价不记得了 我买只要1块9毛9 最后的最后就是这个啦 它呢是灯 它可以挂在树上呢 或者是挂在你喜欢挂的地方 室内室外都可以 它这里有一个图片 因为它是200个灯泡 而且它的总长度是9.93米 这种东西的价格通常都会在十几的后半段到20多块钱 这个我今天看到居然只要4块9毛9 我当时还想说是真的还是骗我的 后来查了价格的确是我就立刻买下来了 所以超级无敌划算 大家觉得我的战利品怎么样呢 如果是你,你会在节后再去买节日的装饰 留着下一年用吗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彩蛋 我刚刚打开了这个 然后居然拆到了罗恩跟赫敏 他们就这样子 堆堆的 好可爱